还有咱们再看啊 高老庄那集里头 猪八戒的丈母娘 就是高小姐她妈妈呗 这个大家伙啊 有印象的 著名的京剧演员高玉茜 她扮演 壮汉力气大呀 人好 有打力气 你说她这模样 模样 我丑比你强 都知道 样板戏《红灯记》里边 李奶奶 还有电影《平原作战》 也是她主演的 再有像这个 《三大白骨精》里边 演《白骨精》的杨春霞 那也是样板戏 《杜鹃山》里边 演柯香的演员 不得唐僧 绝不罢休 这在当时那都是绝儿 还有大家伙 印象深刻的如来佛祖 生如虹中 是吧 这个气势 再找不出来第二个演员能演出这种劲儿的 是吧 是以众生 不可侵卖 她的扮演者呢 叫朱龙广 年岁大一点的观众估计也能有印象 在这个电影《地雷战》里边 还有这个就是观音菩萨的扮演者 左大斌 他是湖南省香剧院的一名老演员 在西游记之前呢 他就在传统戏里边人家就扮演观音菩萨 没想到啊 随着这个西游记电视剧影响力逐渐的扩大 后来那他简直就成了活观音了 据说当年啊 很多的年画观音的形象 那都是以他为模特画出来的 前面咱们说的这些角色在剧里边 咱们还能叫出个名字来 还有一些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角色 日后呢 有的也成了大腕的 比如说给这个太上老君烧火的那个仙童 他就是在后来很多影视剧当中 出演过很多角色的 也是著名演员许晴 他没有什么 山 山 山 想不到吧 当年高 今天咱们再回过头来看呢 看着八六版西游记的这个时候啊 真是不得不感叹 每一个角色都太精彩了 大伙都能感受到 即使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演员们都是用心用力的去表演 不像现在有一些个电视剧啊 跑龙套应付事一闪而过了 所以说为啥人家八六版西游记 能重播四千多遍 这是每一个演员的敬业 成就了这部经典之作 杨洁老远呢 他在一次访谈当中 说到了西游精神四个字 他说因为我们是在搞艺术 我们没有为钱 没有为名 没有为力 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了 八六版西游记剧组 对于创作的敬畏 认真和严谨 这不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